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在HTC 今年年初才刚跳到Cosmos Banking 那我们外面有个摊位等等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摊位逛逛这样子 那我们也在增人这样 那今天演讲所有的范例程式我都放到我的Github 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下载看看 那在演讲过程中我会 所以我们会用Code Envy 这个Online ID来介绍说 怎么把Cucumber导入你们的专案 要做些什么事 要注意些什么东西这样 那关于今天的议程就是 首先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常见软体开发我们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因为软体开发会遇到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那今天主要针对问题是需求方面的问题 我们针对这来做探讨 那接下来会介绍什么是Behavior Driven Development 那Behavior Driven Development 怎么帮助我们在处理需求方面的问题 那由于BDD它是偏向一个开发的方法论 那要实践它我们运用的是Cucumber 那所以接下来我会有一个简单的范例 来跟大家介绍说我们怎么运用Cucumber 然后来帮助我们达成我们的目标 接下来会再介绍我们有了概念 然后理论跟实物之后 那我们介绍常见BDD的Anti-Pattern 以及最后会介绍说怎么把Cucumber导入你们的专案 那常见软体开发它的Defect 可以分类为两大类 一种是Implementation Defect 就是我们常称的Bug 那这种Bug就是基本上就是 你系统的实际的行为跟你预期的行为不一样 那要 这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问题 那如果发生了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个人造业 个人单就是把它修掉就是了 那要降低这种问题发生的几率 我们可以运用一些譬如说是自动化测试 那可以确保说我们城市的品质更好 然后或者是Continuous Integration 然后让我们如果有问题 我们可以及早发现它 然后Call Review的机制 就是提升我们Code Quality 然后或者是一些Code Expression Tool 然后去少少看我们城市 有没有一些譬如说安全性的漏洞 或者是一些潜在的问题 这样子 来提升我们系统的品质 还有一些提升品质 那另外一种 另一大类是Requirement Defect 可以把它想成可能是一开始在需求人员跟你沟通的时候 它需求一开始就漏掉 它根本就没有写 那你做出来你当然也没有做 那另外一种是需求人员跟你讲的 那开发人员或测试人员 他对需求有误解 那这种问题通常就比较麻烦 因为就是误解的问题 通常你必须要开发人员开发完之后 你到专案的后期QA或者是UAT 或甚至到你可能上线的时候 因为你User他也没有认真的去看 结果到上线的时候才发现 哦 怎么跟我当初预期的Behaviour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时候事情大条 然后才在那边加班去修这种问题 那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探讨 就是在处理误解这方面的问题 那其实需求误解这种 并不只是在软体开发上会遇到 日常生活中你也很容易遇到这种误解的问题 就是譬如说你老婆可能跟你讲说 哦 麻烦你去超市帮我买一瓶牛奶 那如果有鸡蛋的话 那就帮我买六个 那先生是打电动打得正爽啊 然后他就不是很想去啊 可是还是要去帮老婆买 于是他就去买了 然后去超市买了六瓶牛奶回来 然后很假掰的装作很开心 然后老婆看到六瓶牛奶之后 他就觉得崩溃 然后生气 他觉得说我要的是一瓶牛奶 还有六颗鸡蛋 为什么你回来是六颗牛奶 那先生也会觉得很堵然啊 你自己跟我讲说 有看到鸡蛋的话买六个 那增结点就是出在说 他说get six 他就说买六个 可是他没有说 这六个的单位是六瓶牛奶 还是说六颗鸡蛋 于是大家在需求沟通的时候 双方都认为说 需求人员讲说我的需求 他认为他表达很清楚 开发人员也认为说 哦 我了解你的需求了 所以双方都说 OK OK 没问题 我可以开发了 然后最后当成果出来的时候 然后发现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然后这时候才在那边修正你的结果 这样 这其实是 就是我们不止软体开发 日常生活中 各式各样 都会有一些误解的问题存在 那我们都知道疾病 你如果有疾病 你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所以我们会有健康检查 那就是你越早发现 越早治疗 你所需的成本就越少 同样在软体开发也是同样的问题 如果你有需求上面的问题 那造成你的会造成你的异动 那如果你可以越早发现这种问题 那你修正所需的成本也就越少 那你到越后期测试或者production 你才发现那你可能就是陷入加班的地域 来修正这种错误这样子 那要降低需求异动所带来的成本 那我们可以其实有很多方式 譬如说我们可以运用自动化测试啊 那可以确保说我在修正的过程中 我不会产生一些regression bug 我不会造成其他原有可以运作正常的功能 这样忽然间不能运作了 或者我可以在开发的时候我就运行TDD 那我可以确保说我的设计一开始就很良好 然后良好的设计模式下让我可以更容易去对需求做出改变 这样子或者是我可以提早release 然后提高release的频率 而不是说整个所有的功能都开发完成之后才release 然后让这个问题可以及早被测试人员发现 那藉由这种age expertise 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可以有效降低我们在需求变动所带来的成本 这它确实是降低很多 可是一旦需求这种问题发生 开发人员还是会痛啊 就是发生了可能需求人员他只要说改个几行字这样子 可是开发人员你的call你可能就是要几天来修改 那你还是陷入加班的地域啊 那要怎么降低需求问题发生的几率呢 这时候你老板可能会跟你讲说 为什么你又要加班 你为什么要加班 然后你可能会跟老板讲说 都是因为需求一开始描述的不清楚啊 然后造成我们的误解啊 那你老板可能会说 那老板通常都是 都是比较那种乐观派的样子 然后不知人间疾苦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那你一份需求不够你不会写两份吗 或者是你沟通 你开会沟通 你一小时不够 你可以花两小时 花三小时去沟通 可是一个便当吃不饱 我们可以吃两个 你的需求文件 你这有时候多写 其实你双方都认为清楚 你有时候你做再多事 你还是没有用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解决这种问题 在探讨前面 在探讨怎么降低这种问题发生几率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就是agri practice 我们常见agri practice 为什么没办法降低我们需求问题发生的几率 就是当我们看到test时 你会想到什么 你可能会想到说 我要确保说 我的功能运作是正常的 我系统写出来的功能 然后跟实际上的功能 我要验证它是否是正常的 这就是我们test 那我可以运用JUnit 或者是NUnit 然后我可以在我的test method前 上一个以test作为开头 或者是上一个test annotation 说明这是一个test case 那然后来实作说 我对这个方法的一些验证 确保它的运作是正常 这基本上是我们看到test时 我们会想到的东西 那进一步来看 Unit test你会想到什么 那多了个unit 我们可能会想到说 那我可以把一个大问题 我把它切割成许多的小问题 那针对每个小问题 那我来分别进行验证 确保每个小问题 它都是运作正常的 这基本上是我们看到unit test 我们会想到的问题 那再进一步来看 我们看到tdd时 会想到什么 看到tdd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应该都会觉得说 tdd我要用我的测试 来驱动我的设计 来驱动我的实作 那tdd它是based on unit test 然后我要先写个fail的unit test 然后接下来 再实作 要让这个test通过的 最少的程式码 能通过之后 然后我这时候 因为有我的unit test 作为我的后盾 所以我可以大胆的进行refetering 让我的程式码架构 然后让我程式码品质更好 然后之后 当我重复tdd的节奏 我把所有的每个小功能 都完成之后 这时候我就可以确保说 我的大功能验证 它是否完成 然后完成之后 我就可以deliver 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unit test跟tdd 我们这边讲的 基本上大部分在讲的都是 你程式码的品质 你有没有把事情做对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事情做对 可是你如果一开始方向 你需求就误解了 那你把它做对 那其实也是没有用 所以 为了解决需求的问题 那你开始进行测试之前 你要先必须很清楚的知道说 你的测试目标是什么 你到底要测些什么东西 因此 Dent North 它就提出了bdd 它强调的是behavior driven development 你在实际进行开发之前 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说 你要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从behavior来探讨 我们需要的功能是什么 我们不在乎 系统需要哪些class的实作 或者是哪些method的 互相之间的互动 来完成这个需求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我有这个需求 它要做些什么事情 那这些事情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在乎的是它的behavior 当确定我们的需求之后 我们才会再往系部来探讨说 我们系部开发 我们要怎么把这些事情做对 那传统的需求流程开发 就是你有一个需求 那通常就是 譬如说有个BA 类似BA的角色 那他会去跟客户端 去business owner 去讨论说 你要写什么功能 那客户就是讨论讨论 那当他知道说客户要写什么功能之后 然后他把这些 他得到的结论写成需求文件 那之后再召开一个会议 可能跟譬如说developer 或tester 那去解释说 要写什么功能 那确定说 大家在一个会议上 然后大家把问题厘清 然后确定大家都没有问题之后 大家都说OK OK 我可以进行开发 我了解你的 我了解这个需求 然后进行开发 那开发人员就针对他对需求的了解 然后把它写出来 然后可以运作 然后可能为了增强quality 他可能有写了一些自动化的测试 那跑CEI去产生一些report 那当他确定所有的功能都没问题之后 他交付给测试人员 那测试人员在根据当初会议上的理解 那他在把依照他对需求的理解 然后他在产生自己的test case 然后运用这些test case 来测试你的系统 那最终产出的就是 你交付给出来的就是 我有系统 然后可以执行的自动化单元测试 那这种传统的流程 我相信很多很多业界practice 都在走这种流程 那这种流程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说 一个需求各自表述 那大家在会议上都说OK OK 然后可是你的OK 都是在自己的脑里 你怎么知道说 你的脑跟我的脑里面的OK的 想象的画面是不是一样 大家可能到最后 你必须要到开发完成到测试 或UAT階段 你才会发现到说 原来大家想象的画面是不一样的 然后可是这时候已经太晚 事情都做出来了 然后你再去修正 这样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 BTD他强调的是 当BA角色他拿到需求 他知道需求之后 然后他会把他需求写成 以user story 的形式 他写成一个feature 的 document 然后召开一个会议 然后把重点人物聚集 就是developer 还有tester 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然后一起沟通需求 在这里跟前面是一样的 大家都要沟通需求 那确认大家有共同的认知之后 然后他以自然的语言 然后大家都理解的语言 也就是我们可以是中文 也可以是英文 把它以范例的形式 写成所有 以范例的形式 把它所有的情境写出来 那这些scenarios 就成为日后 你在验证你的功能 是否开发完成的一个依据 那developer 就是当初 就是我们在 这三个人在会议中 所形成的结论最终的产出 就是一个feature 以及许多的scenarios 那这些scenarios 在日后开发的时候 他就成为developer 他去驱动他的设计 还有实作的一个依据 那当他实作完成之后 把系统交付给测试的人 去测试的时候 测试的人 就依照当初的scenarios 作为他的test case 然后来进行你的系统验证 来确认说你的系统是否符合需求 那最终产出的就是 一个符合需求的系统 然后以及可以执行的自动化 acceptance test 那BDD他强调的是 share understanding share understanding 我想这其实不管是不是BDD 其实大家都在乎 可是他差别的是 大家以传统方式 我们大家都只是需求沟通 然后确认说 你懂你懂 我懂我懂 这样子 可是他是以范例的程式 来把它呈现 就是我实际跟你讲说 遇到什么样的case 我预期的结果 什么样的事件 我预期的结果是什么 把它写出来 然后以范例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更清楚 明了的知道说 你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消解中间 中间的需求的 误解的 发生的可能性 那在有了BDD的概念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用一个 范例 login的feature 然后来看说 我们怎么运用cucumber 来达成我们的目标 那以这个login feature 来说 我们一开始 会有一个user story 他BA跟business owner访谈之后 他会有一个user story 那我们根据user story 我们会转弹它相对应的feature 那feature它基本上是跟user story 非常像 它就是一个什么raw 那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什么 然后它这个功能可以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那转移出来就是我们的feature file 那有feature file之后 我们在我们传统上 我们会有一个相对应的 我们有功能 那我们会有一个 它一个功能 它会有许多的acceptance criteria 那这些acceptance criteria 我们会把它转移成 我们一个一个的scenario 这些scenario 我们就是相对应的 我们就是用example的方式 来呈现说 我当一个given 我用在什么特殊的 在什么情境下 然后当什么事情 会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and then then就是我们系统预期的behavior 藉由这样子 以sample的方式 让大家都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 你系统预期的behavior 是什么 而消除中间的 发生误解的可能性 那实际转换出来 我们login的feature 以及它的scenario 我们就可以 譬如说 我们可能会有 输入账号密码 是有效的case 和无效的case 那它转换出来 就是有一些相对应的case 当然你可以 可能还有其他的case 这样子 那实际上 这些scenario 我们都是 都是一个document 那这些scenario cucumber 会把我们mapping到 成一个一个的step definition 每个step definition 就是对于开发人员 就是后面一个一个的test case 在前面这里 这里基本上是 都是文件 可是cucumber 帮你mapping到 一个一个的acceptance test case 那在这些test case 你有这些test case 之后 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的开发流程 因为我们现在有了 acceptance test case 之后 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的实际上系统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说 这个系统我需要的 功能是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 细部的开发 那我们进入到 tdd 的开发节奏 也就是test implementation 还有refactor 那最终整个都完成 功能都开发完成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跑 我们的step definition 也就是我们的 acceptance test case 然后确认我们 开发的功能 有没有满足需求 当跑出来都绿灯之后 我们确定 我们有满足需求 再交付给测试人员 那测试人员测试通过之后 最后我们交付给测试人员 有完成这个需求的系统 以及可以运作的 自动化acceptance test 那 所以总结来说 它我们以bdd 的开发 开发节奏 就是我先写个 失败的acceptance test 也就是我们的 一个一个step definition 那接下来 在开发细部的功能 我写出许多的fail的test case 然后接下来把test case 让它通过 实作让它通过 然后进行reflect 那中间这一些 会有许许多多的小功能 然后在这边持续进行 那最终 所有功能都实作完成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个acceptance test case 然后看它是否有通过 那有通过就代表说 我们有满足当初需求 所需求描述的功能这样 那以实际来跑这一 unit 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现 一开始都是红灯 拿到的都是fail test 那在开发完成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拿到 所有的都是绿灯 这有一个好处是 它所带来的好处就是 我们的需求文件 不再只是需求文件 就是传统上我们开发 就是它需求文件交给你 然后开发人员 根据需求 还有测试人员 根据需求 开发测试完之后 deliver出来的系统 那接下来 如果譬如说有一些需求的异动 那通常你的文件就是 只有第一版是正确的 然后之后随着时代演进 然后你的需求 你的文件 跟你的实际系统的 behavior 越差越多 越差越多 最后这个需求文件 根本就没人看了 或者是大家去看 然后你就不知道 到底是文件对了 还是你系统的 bug 没人可以验证 如果你当初开发人员也走了 然后需求的文件人员也走 就没人知道到底谁是对谁是错的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它强迫你需求文件一定要跟上时代 你如果有演变 你的文件一定要跟着演变 因为你的需求文件 就是你的 acceptance test case 的标准 你是依照这个来去判断说 你有没有完成你的功能 那另外一个好处是说 中文也可以 就是我们并不一定要用英文 我们中文也可以是我们的 也可以用中文来描述我们的 scenario 成为我们的 test case 这样子 那回到前面的 前面的范例 那如果说他当初在要求 去买牛奶跟鸡蛋的过程中 我们用范例的方式 直接跟他讲说 当你如果看到鸡蛋 我要买的是一罐牛奶以及六颗鸡蛋 那这时候我相信就不太可能再出现错误 不过有时候事情也很难讲 人家不是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只怕猪一样的队友 你有时候遇到猪一样的队友 你也只能认了 就是开发出来有问题 你也没办法这样 那所以 BDD 使用 Cucumber 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有 会有针对 use case 那我们会产生相对应的 feature 那这个 feature 它主要就是 就是之后我们会把针对这个 feature 写出它所有的 scenario 用范例的程式方式来呈现 这边主要是在描述 what 那接下来这个 scenario 我们运用 Cucumber 帮我们 mapping 成 一个一个 step definition 也就是我们的 acceptance test case 那这边在讲的是 how 我们有没有完成 那接下来进入到实际系统的 系统的实作 那就是 automated test code 然后最终产出的是我们的系统 还有 automated acceptance test 那这样除了确保说 我们新开发的功能有满足之外 那我们也可以确保说 我们所写的 code 并不会造成就有的功能 它跟它原本的 behavior 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 acceptance test case 作为保证 那以传统的 unit test 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 unit test 你有时候你并不想跟 你不想跟譬如说后端的 DB 或者是远端的 connection 你并不想要有实际的互动 因为这太耗时了 那你会不得已 你会用一些譬如说 mock 的 object 然后来去帮你跟实际的互动把它切开 那借由 BDD 我们可以确保说 我们在这边 run 那我们基本上是 跑的是一个 integration 我们可以确保说 我们所有的 scenario 基本上是 我不 care 说 你后面的实作 你怎么变 你实作怎么变 我不 care 我只 care 你最终的结果 是不是跟我想要的是一样的 所以 什么是 BDD BDD 它基本上就是 我们把所有 stakeholder 可能是包含了 BAA 或者是 还有 developer 还有 tester 把它拉在一起 在会议中做讨论 然后 并且运用 specification by example 的方式 范例的方式 来把所有 scenario 写下来 让大家都可以更清楚 明瞭 消除中间的模糊地带 然后并且以大家都懂的语言 不是说什么程式语言 我们是用大家都懂的语言 自然的语言 然后可以是中文 也可以是英文 来写下你这些 scenario 然后并且 他强调的是 我们可以 build the right software 因为我们常常在 我们开发认为 我们着重的是 我们要收到一个功能 那我们希望是把事情做对 可是我们 没办法确定说 我们一开始的方向 对不对 那 BDD 他现在强调的是 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用 范例的方式 作为我们的一个基础 把事情做对 它就是你的 你当你的 scenario 都过的话 那你就可以确保 你的事情是做对的 然后你的 specification 是活的 它不是死的 它不会第一版是正确 然后后面都错误 因为如果你 specification 不更新的话 那你需求 你系统的实作 你一定会跑出红灯 因为你的规格跟不上时代 你就会跑出红灯 所以你的规格 一定要是最新的 那在有了前面的理论跟实作 做的概念之后 那我们来看看 常见 BDD 的 Anti-Pattern 那第一个 Anti-Pattern 就是 BA 他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说 我们要产出一个一个 针对一个功能 我们要有许多的 scenario 来描述 他可能的行为 第一个就是 BA 他并没有跟 developer 还有 tester 共同讨论 然后一起来产出这个 scenario 而是他根据自己的想法 然后把这个 scenario 写出来 然后再交付给 交付给 tester 还有 developer 这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一个人想的 那你写下来 你可能认为你写得清楚了 可是 并不代表你的清楚 并不代表别人的清楚 那中间还是有可能 有模糊地带 最好是三个人共同 把这个产出 把它产出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开发人员和 developer 还有 BA 你们在一开始讨论的时候 并没有产出 scenario 而是在开发完成之后 然后 tester 他有点为了做 做给上面看说 我有 scenario 然后 然后这时候再产生 scenario 然后交差了事这样子 这也是另外一个 anti-pattern 那第三个是 这 BA Developer 和 tester 他们当初 在会议中 就是大家 共同讨论这个需求 然后大家都说了解 可是 你了解 你没有产生出 有用的 scenario 然后所以 Developer 他自己在开发的时候 他自己补脑 把这个 scenario 补出来 然后接下来 再写这个 再来写 进行他的系统的实作 那 补脑出来的 跟实际上人家要的 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也不希望是 Developer 在开发的时候 自己补脑 补出来的 那 最后一个就是 scenario 我们强调的是 他应该要 可以描述说 他的 business value 但是你的 scenario 常见的问题是 你可能太 着重在 UI 或者是你的 implementation 的 detail 那这也不是 我们想要的这样 那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怎么把Cucumber 导入你们的专案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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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要開另外一個 很抱歉我的電腦不曉得為什麼沒辦法投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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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们接下来会用这个Core Envy 这个Online ID来介绍 就是如果你们只想拿到一些它的idea 然后就是因为GitHub它基本上还是目录形式 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阶层结构来去看说Cucumber它的 我们怎么用它这样子 那你们想看的话你们可以用 我之后我会把投影片share出来 那你们可以用投影片上面的Core Envy 的连结 来去看它的结构这样子 感谢观看 什么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帮我们 mapping 成一个一个 scenario 我们这里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要注意的点是就是你的 你的 test case 你必须要跟你的 你的 feature file 是在同样的相对目录之下 譬如说我们在这里是在 resource 的 cucumber 底下 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 test 里面 我们也是在同样的在 java integration test 的 cucumber 底下 那在这里我们 我们必须要注册一个 class 它是 run with cucumber 那接下来 cucumber 它就会意识到说 我有这个 class 然后它会去 pass 你的 檔案 它会去把你的 test 把它吃进来 那在这里我们描述说 strict 是 true 那这里的 stream mode 它强调的是说 如果你有写你的 scenario 但是你 scenario 并没有 mapping 到你的 test case 你就会得到一个 fail 的 test 如果你 default 是 false 你如果没有设定这个的话 你 scenario 可能列了 100 个 可是你 10 做只有 10 做 10 个 可是你还是会通过 你那 10 个如果通过 那你还是会多过这样子 你并不会得到 fail 的 test 那如果要严谨的话 就是把它设成 true 那接下来你在 10 做的部分的时候 你这里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 integration test 非常像 那我们前面讲到说 我们会有 given when and then 那其实针对 integration test 还有 unit test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 before 或者是 after 那你来去做设定一些你的 feature 那或者是你 tear down 的动作 你可能必须要 reinitualize 你的 database 那你最后你要 roll back 你的 database 之类的 你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动作 你可以在同样 你的 Q-combat 也是有 before and after 你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那 given 就是你去 在这里 given 你就可以去设定你的一些 context 你的 precondition 那处于什么状态之下 那当什么事情发生 预期的行为 在这个范例里面 其实是非常单纯的 但我相信实际上 实际上真正的系统 会更复杂一点 那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这样 把你的 scenario mapping 到你的 test case 那之后你再去跑 view 然后 CI 去 general report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所有的 scenario 是不是有被完成 那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请问大家今天有什么问题吗 请说 请说 我刚才看到这里 是 是 是 这个 我的 demo 不是 web application 不过其实没有差 对 如果是 desktop 还是 mobile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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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 desktop 还是 mobile 是 如果什么样 使用 cucumber 做这个 test 其实我这个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是 desktop 就是我这边我其实没有在管UI 其实如果你要针对 UI 的话 它其实你也可以把 UI 的部分 加进来一起整合在 Cucumber 里面 然后它其实也是相对应的 你 UI 的话 那你就会有一些录制的东西 你的 scenario 你应该再先准备好一些 你的前置资料 那接下来你就去跑实际上 你的录制 它就跑实际上 UI 的动作 然后去看说 最后你去验证说 你是不是你的预期的结果是怎样 那如果你存后段的逻辑的话 那你相对就比较单纯 你就不需要管到 UI 的部分 是 请说 我们有时候在写那些 scenario 的时候 你会需要一些 比你一般能够用语言描述的更深层的东西 比如说你跟 Backend 那个 data 交换的格式 API 还怎么定 那些东西 我做的时候我发现 其实不容易写到 Cucumber scenario 里面 那你可能可以在 Cucumber comment 里面 写这样的东西 但问题是 就有那个 就是如果改了之后 它基本 comment 不会 它不是你 scenario 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的 design 改了 你不需要去改那 comment 那 comment 可能就会过失 那那个东西你要怎么处理 你是说就是 如果譬如说 资料交换吗 还是 对啊 比如说你在 你是一个 client app 然后你跟 你跟 server 有一些 API 有一些沟通 你要定义一些 API 然后要定义一些资料格式 那些东西 虽然说你可能 test 也不需要 或许需要 或许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跟 server team 沟通的话 你会需要这个 design 那这个 design 那这个 design 你都把它写出来 其实 针对这种 我觉得 这种就比较偏向 就是 你一般的 一般的 比较偏向你一般的整合测试 你其实你就很明显的知道说 就是 就是 你的 scenario 你就 应该怎么讲 嗯 这个 这种 偏向 就是 client 跟 server 之间 沟通的 API 那你可能就是 你就会 预期说 可能 如果 我是没有做这个部分 不过我可能 直接会把我 譬如说 我的前置条件 然后什么样的 可能 前置条件是什么样的 资料的状况 然后 发生什么事情之后 然后我预期的 我可能直接把我预期的 直接放 譬如说 一个 file 把它漏进来 这样子 因为你的 可能 return 的是一个 client server 你可能 return 的是一个 JSON format 那你的可能是相当复杂 这个 这个可能就比较不好描述 这样子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常常做 BDD 或 Qcumber 人 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 有人会问说 你写这个干嘛 就是 你如果要 要 你的 你的 test scenario 是可以被读的 那你直接 在你的每一个 test case前面 加一段 comment 然后说这个 test case 干嘛 就好 因为你加一个 Qcumber 的 framework 基本上 你有 extra effort 要做 它的 framework 其实是有些事情要做 你要多写一份 很多写一些 scenario 然后多写一些 code 去转换一些scenario 到 到你可以 run the code 那 那有人就会说 我干嘛做这件事情 那是 add driver 我真的要可以读 我就写 comment 就好了 如果我的 test update 我就 update 了 comment 就好了 这其实我觉得就 变相就是跟你 需求文件一样 就是 我们当然是可以用 comment 来描述说 我的 scenario 是怎样 我每一个 step 我用一个 comment 来描述 可是 你 我觉得人是有惰性的 就是 尤其是 你 如果没有 就是 你的需求 如果 可能随着时间 你会演变 但是你的实作 你一定要跟上你的需求 可是 你的 comment 并不一定要跟上你的需求 你的 comment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我的需求文件 一定要是正确 可是 我相信在现实中开发 大家需求文件 很多时候是跟不上 你的实际的系统 的 behavior 那 当你用 comment 我相信也是同样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是说 我们 comment 并没有办法 mapping 成我们的 acceptance test case 我如果 comment 里面 我有漏掉 或者是我跟不上时代 那我的 acceptance test case 我 你去跑 那你可能会 还是跑出绿灯 那你没有办法知道说 这到底中间 或者是你跑出红灯 你没有办法知道说 这中间到底是 因为 你的 comment 因为我是用 comment 的形式 我不知道到底是说 我的 comment 跟不上时代潮流 还是说 我的 implementation 是有问题 如果我们一开始 就用 scenario 的方式 然后 Qcompa 把它 mapping 起来 那基本上我就知道说 每一戴我的眼镜 我两个是同时眼镜 我不会只有一个眼镜 另外一个没有眼镜 然后到最后 我又不知道说 到底谁对谁错的问题 还有问题吗 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那工商服务一下 今天其实我会想来分享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在整人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可以跟大家介绍我们公司 尤其是在座各位想必都是非常厉害的高手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舞台 这样子 那我们公司是 Cosmos Banking 那我们基本上是在开发财务软体 那就是 backend 我们是用 Java 方案我们是用 SJS 也就是 EXTJS 那我们是三要生 我们现在正在三生五的过程中 那就是如果大家对财富管理 或者是你没有这个 domain 可是你对 Java 有兴趣 你对开发有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那我们在外面有个坛位 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等等 可以来找我们聊聊 那我们主管在下午也会有一个 talk 那他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真人 所以下午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听 或者是等一下也可以来我们摊会找主管聊聊这样子 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谢谢大家 谢谢